出去玩一定得注意安全 喝酒也不要贪杯 不然就可能闹笑话了 这10月30号的凌晨 厦门出租车司机高师傅 就遇到了一件怪兽 一名醉酒的乘客 使用微信支付车费时 将支付的密码当成了乘车费用 一下子就给司机转去20多万 看到自己微信零钱里边 一下多出了这么多钱 这个高师傅也是吓坏了 这可怎么办啊 10月30号凌晨近两点 出租车司机高师傅 送一名醉酒乘客到大学路附近后 乘客微信扫码支付车费后 就下车离开了 高师傅又接上一名乘客 去往下一个目的地 在一个路口等红绿灯时 高师傅无意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 发现自己的微信零钱包 突然收到一笔20多万元的打车费 这下让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打开手机一看一张数字 我一看我也不想说是这么多钱 我说奇怪 我就再给他用手算 各时北清真的是忘 后面赶紧我就会回来 报完警我就赶紧回来回到原地 高师傅回到大学路附近时 民警也赶到了 很快民警就联系上了乘客杨先生 而此时杨先生也回到了下车点 正在着急的寻找出租车司机 民警现场协助司机尝试了提线转账 但因为数额太大 无法一次性把20多万元全部退还给杨先生 为了安抚杨先生的情绪 民警给双方做了担保 10月30号上午 民警又继续联系司机 商量如何将剩余的钱 尽快退还给杨先生 同时司机又不需要承担转账的手续费 最终在民警协商促进下 10月30号下午和10月31号下午 司机高师傅分两次转账 将20万元退回到杨先生的账户里 而且没有收取任何的答谢费 比较踏实一点 不要花钱在这边 一直也比较担心的贴心吊胆的